開始嗎 好 開始 小朋友這樣 小朋友這樣沒有動感 大家沒有感覺 再一次好不好 表演一下 稍微表演一下 來 預備 開始 你又來一下 左邊右邊 各來個四次 兩次好不好 各兩次 在他們 那個 一邊 那個 就是打 示範給大家看 大家一邊學一下 這個節奏 待會兒要請大家 跟他們一起合奏 這樣子 好 預備 開始 大家學起來嗎 可以了嗎 我們請那個小朋友在這邊看喔 那我们请观众的小朋友们 大家一起 就是大朋友小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一次 然后由他们来验收 看这样子不可以啊 来 预备 一 二 三 走 好 小朋友你们觉得怎么样 学得很快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就请你们带众大家表演了 好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 蹦吧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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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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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這樂器大家就是太常看劫 所以我們稍微賣他的一點關子這樣 好 你們知道電影《心不了情》裡面 那位男主角出什麼樂器嗎 Saxe-Fone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請王子豪老師出來 幫我們稍微介紹一下Saxe-Fone這個樂器 我們掌聲歡迎王子豪老師 王老師 聽說這個樂器就是 就是很有名這樣 所以請你稍微介紹一下這個樂器 這個樂器大概是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被一個叫做阿道夫Saxe的人發明 他發明了Riddle Saxe 所以這個樂器就是以他的名字做命名 那他是一個很有天分的樂器製造家 所以他發明了還有改良了很多樂器 那當時最成功的一樣樂器就是Saxe-Fone 因為大家到現在都還認識他 那他當時為什麼會發明Saxe-Fone 因為他想發明一樣管樂器 從高音最高音到最低音都是一樣的音聲 所以他就決定開始著爽研發 然後就發明出了第一支Saxe-Fone 就是現在這一支最大支的就是 就是上低音Saxe-Fone 大家可能就比較不常看見到這種Saxe-Fone 但他其實最一開始原型第一支是這個 對很重 然後再來是這個Tenor Saxe-Fone 四中音 然後再來中音 然後還有一個大家很常看到 Kindy去缺那個支持的 那個是高音Saxe-Fone 對所以他從低音到高音 都有發明出來 就是都是Saxe-Fone的音色這樣 好 手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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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架